大家好 那么1月25号凌晨 也就是当地时间24号的下午 布吉纳法所国家电视台发布消息 由桑道格达米巴中校率领的一群士兵宣布 保卫和恢复爱国运动MPSR夺取了政权 他们宣布暂停宪法 解散布吉纳法所政府和国民议会 关闭陆地和空中边界 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从晚9点到次日凌晨5点的宵禁 军人代表在电视中宣读了桑道格达米巴中校的声明 声明称决定解除布吉纳法所总统卡伯雷的总统职务 事件中没有血腥和暴力发生 被捕的人员被安置在安全地方 会尊重他们的组织 布吉纳法所的军方表示 该国总统卡伯雷已经不再行使职权 军方在获得权力之后发布第一次讲话时称 保护和重建爱国运动决定 2022年的1月24日为卡伯雷政权画上句号 做出该决定唯一目标是为了让我们国家团结所有力量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军方表示政府已经被解散 目前暂时停止旅行宪法 地面和空中边境从1月24日起关闭直至发布新的命令 此外全国各地自晚上9时至凌晨5点 实时宵禁 布吉纳法所介绍一下 它是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国家 东林贝宁 尼瑞尔 南宇科特迪瓦 加纳 多哥交界 西边是马里 北边也是马里 所以它周边的环境主要受马里影响 它主要河流是穆温河 纳康伯河和纳奇农河 布吉纳法所的资源是匮乏的 它并不是很多国家都争夺的地方 它这个资源比较匮乏 而且地处沙漠边缘 可耕地面积也比较少 非常贫穷 中国驻布吉纳法所大使馆 1月25号凌晨也发布消息 2022年的1月24号 布吉纳法所发生军事政变 由政变军人组成的拯救复兴爱国运动 MPSR 当天在国家电视台发布讲话 宣布在未出现流血伤亡的情况下 终止了卡布雷政权 表示将遵守国际承诺 并允许在合理期限内提出 恢复国家宪法秩序时间表 该组织随后发布公告 宣布终止宪法解散政府和议会 关闭路空边境 全部边境 全境晚9点至40凌晨5点 实时宵禁 当前的局势较为平和 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 未来走向不明朗 使馆此前曾发布 关于对布基纳法所中国公民紧急提醒 再次提醒 在布公民保持冷静 提高警惕 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发展 加强安全防范 非必要不出行 切勿在宵禁时间在外逗留 计划离境人员 关注边境关闭情况 以及时间调整 如遇紧急情况 请尽快同使馆取得联系 布基纳法所报警电话17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服务应急 呼叫中心电话 加号861012308 加号861059913991 中国驻布基纳法所使馆 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 加号22671319116 这是布基纳法所 中国驻布基纳法所使馆发布的消息 中国在布基纳法所的公民 我觉得目前情况不明朗 情况下还是不要轻易的外出 布基纳法所这次政变 与这个马里 马里目前的情况有关 因为现在那个马里 这个法国刚刚在马里 死了一名士兵 法国在马里 他的这个反恐行动 实际上背后也有俄罗斯和土耳其 他的影子 所以现在马里 实际上变成大国争夺的焦点 为什么呢 马里地区 他这个虽然资源有限 但是马里地区 他靠近北非 如果马里能够拿下 这个北非 包括阿尔及利亚 包括摩洛哥 包括像利比亚 这个形势呢 就会受控 所以呢 很多大国都在争夺马里 争夺马里的同时呢 像与马里接掌 这个布基纳法所 他这个国内政治啊